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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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TON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阿诚 罗瑞诚 在之前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谈到了很多生死轮回的一些的故事 而且是蔡老师的亲身经历 包含他自己的家人等等 那当然呢 我们谈到人的生死的时候 难免都会恐惧 尤其死啦 生当然就是 妈妈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死的时候 就像是一盏灯一样就幻灭了 幻灭之后 未来的世界怎么样 那死的情境 因为没死过嘛 所以不知道死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很惨 很痛 或是怎么样的 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要跟朋友们 请蔡老师跟东东 跟我们一块来探讨 这个生死一线间 而且死亡之后呢 像蔡老师历经了七星煤矿的大爆炸 这个事件之后呢 他有很多的亲戚朋友 全部都死了 然后好几十个人 跟蔡老师事后呢 就是往生事后 跟蔡老师都有一些交集 有接触的这个状况 好 先来介绍 邝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蔡和成 蔡老师 蔡老师好 主持人好 东东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是的 再来介绍是邝工儿子 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张东秀 东东 瑞成好 大家好 蔡老师您好 您好 是的 老师我刚刚提到了 死亡大家都很恐惧了 我想我们人生在世 唯一不知道的 当然千金难买早知道 很多事情 未来的都还没有发生 不知道 那我问瑞成 您有没有准备 你有没有准备好 我有没有准备 我以为准备很多钱嘛 准备好 如果发生了什么状况的时候 准备好面对死亡 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准备 因为我觉得人生无常 那随时有可能都会走 像前阵子呢 你看我一个45岁的同事 以前的同事 他很年轻 对 很年轻 然后他身体也都壮壮的 结果突然间呢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心肌梗塞 就这样走了 因为他是44岁 不是45岁 他10岁44岁 那个关卡就过不了 对 那也不知道 到底那个死亡 有的人是讲是 只要好走就好 比如说 所以心肌梗塞算好走吗 算好走吗 不算好走 为什么 就像有的人呼吸 是个症候群 呼吸停止症 其实到断气的时候 吸不口一吸 一口气吸不上来的时候 他说很痛 那个当下是很痛 很痛很痛很痛 但那个时间可能短暂 短暂 但是那个瞬间 就会让你下去了 因为你没有定力 对 那个瞬间痛不舒服 然后当人吸不到氧气的时候 人没有氧气是没办法活的 对 还有 这个我就想到 像马航 MH370 还是多少 那个马航班机 你知道飞机在空中解体爆炸的时候 听说是一瞬间 只有一秒钟 两秒钟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根本 不要那么痛苦的离开 睡一睡就离开了 那当然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是不是这跟 也跟我们的轮回修行有关呢 人家说要不出戏 出戏 这句话开始问一下 如何出戏 如何死 我们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呢 好像老天爷就可以安排好好的 我们看到那个 26个坐游戏车 在台湾观光的 对 不要来不就没事 对 如果好死不死 一定要客气 那个司机放到6桶汽油 对 你看那43个坐游戏车 死了33个 9对夫妻 850元 如果要参加 那天就不死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4岁的小孩子 妈妈那天 不要带他出门 哪会死 我们看到北头 9岁的小孩 那天就 妈妈说 今天女儿 不行 你今天不要去上课 请个假 但是他不知道 对 就是问题在这里 所以这些都有因果的关系 因果 然后还有就是说 当你的父母亲 或是你没有在修御修会的时候 那个业啊 那个线 大线道的时候 就没有贵人 然后贵人 讲穿的时候 就过关了 拉一把就过关了 对 闪过去也过了 比如一个贵人去跟他讲 诶 师姐 你今天不能带女儿 你女儿子出门 女儿子今天搞好 那就过关了 那个人根本不认识他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真的很多 然后住戏 有住戏 为什么 因为灵敏之中 除非你修无修会 大布施 你的印就改了 令就改了 否则 我想说 我们大家要了解说 阳朔用钱买不到 秦死亡要买 藏身不老药 不可能 奉帝都买不到 你还人 你怎么可能 对对对 那阳朔怎么来 修来的 对不对 财布施的财 法布施的智慧 无畏不施的健康长寿 是 你有没有财布施 你有没有法布施 有没有无畏不施 三个布施都没有 一毛不拔 观众 大县到了当然 就走啦 一定走啦 不然你看那有钱 五百一千亿亿 那为什么 会五十四岁都挂了 为什么四十九岁都挂了 对 但是我们把话题拉回来 谈到说 你刚刚讲的 当然这个轮回 那我们来提 那个七星煤矿大爆炸之后 你跟五十二个 往生者 五十二个 跟他们之间的一些的接触 那是同一时间啊 是不是同一时间啊 那也很恐怖 那他们这些人 是不是 刚才你说的 出事 已经出事了 已经知道 就是会在大爆炸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灾难了 对 他五十二个人是这样的 是 我每天推台车完了 大概一点 十二点 一点 两点都要经过竹笠巴 你去旷坑旁边 以前长沙 以前是楼边的竹笠巴 那里面是矿场嘛 是 那山坡下来 那个道 每个道家里面的矿场 我 经过一个礼拜 我经过竹笠巴 往生后来出病以后 一个礼拜我经过去 听到里面 鼠鼠鼠鼠在讲话的声音 我就打开竹笠巴进去 有时候四十几个 有 记集五十二个了 大概 十次没有一次 有时候三十几个 有时候二十几个 五十几个全部记在一块的 都好玩你知道吗 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玩四色牌 做什么呢 生前玩四色牌 死后也是在玩 还在做什么 喝酒 这奇怪 明明那个没有酒 也喝得很爽 奇怪 你们在喝酒 喝酒 也没有酒杯 没有酒杯 那五个十个人 在喝到 鬆到什么 在喝酒 你就觉得奇怪 没有酒杯 也没有酒在上面 为什么喝得这么爽 你说 鬼也在喝酒 但是呢 我没有看到那里 酒好像 没有酒杯 不然大家哭哭哭 不知道哭什么 你觉得奇怪 他们这叫放风 什么叫放风呢 你表现得不错 我放你回高雄 就像监狱一樣 放你回高雄 家里 你也要走 你也要去參加政治活动 可以演讲而已 就放风 他们就放风 他们就放风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 本来是你这样 讲得很明显 没有啦 就真的嘛 不以为就可以放风 那是晚上 是吗 半明 半明 11点到早上5点 如果你表现得好 再接一表现得好 就可以放风 回到你原来死亡的 单位的 不能进到房子里面去 可以到宽坑里面 也可以在宽坑外面 他们都在外面 很少进去 因为你在宽坑 封起来了 就很少进去 在矿场上面 所以 我每次走过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认识我 以前是我最小的矿工 大家都是叔叔伯伯哥哥 小小小来 蹲下来跟他聊天 每个人都整个一样 跟生前一模一样 他只是不过 最大的问题是 当你转眼的时候 张三不见了 坐在这里怎么不见了 哪里无营 气无中 那很暗 要走路 噴着就没了 那很暗吗 很暗 很暗 不会有灯吗 没有灯 但是一般 在那个乡下 晚上 其实再怎么暗 都还是 夜光 有个宜光 不是夜光 还是很清楚 可以看到本人 我也不会怕 因为生前跟他们都在一块 可是医师看这么多人 最多52个 他跟你聊的 都聊一些什么事情 小菜 你最近有 六盒菜有对吗 你做的不六盒菜 没有 你连乐透都没有 那时候 我记得那些印象很快 那时候只有 爱国奖券 爱国奖券 说真的 爱国 其实乡下人 那时候金额最高 也不过一千万吧 一百万 一百万 台湾爱国奖券最多一百而已 就结束了 其实他会聊什么 聊在阴草地府的日子 给我听 这些能够放光的这些 都表现也很好 可是他如果在 您说在阴草地府里面 他们应该要有工作 有 他们也要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表现好 有公车司机吗 有那个吗 都不用司机 也不用坐车 哪里有的气无中 走路比他快 因为噴一下 就过去了 那我们走路 咱们一起打开 对不起 一跪的时候 是你一跌啊 你飞过去 一下子瞬间就不见了 我看他们飞来飞去 我就想一想 我哪一天可以像他们这样飞 后来想一想 对 有一天我会飞 就死了以后 可能跟他们一样 我真的这么重的身体 飞不起来 只会用吊车吊起来 所以你看 他们很快乐 但是他说小菜 你是看到我们在这里快乐 我们是放风 出来玩 在阴草地府 塑尽折 就是他要 比如说他做过的事情 这个我有听过一个 而且就是表现优异 才可以出来放风 有时候为什么不见了 是要五个人 是要十个人 其他全部不准出来 继续在里面 因为你表现不佳 所以不能出来 这个就是年终打烤鸡 对 这我有听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修行人 已经修行得很好很好 可是 因为他 后来就是要被审判 就是你在阳世间做的一些 在被审判的时候 他就说 你其实以前还浪费一些水 然后他就在审判的过程 其实那个浪费的水 就好像是洞庭湖这么多 然后有一些鬼 小鬼或者是鬼王 然后就还帮他分摊 就以前他帮过的一些人 在那个当下也来回报他 还帮他把那个水 他说你要把这个水全部喝完 你才可以比如说投胎 或者是到哪里去 那个就叫做审判的这个过程 对 真的 那个里面有 这个黑白无常判官 那个判官各可法 判生死 跟那我们以前 他早期那个 这个 宪死 宪官 然后这个审判 那个犯人一样 现在是法院嘛 早期房地时代 哪有法院 这些人 有时候我是觉得说 其实他们平常以前 在于生的时候 大概是喝酒 玩女人 也是很辛苦 在生的时候 世间就是工作 赚钱养家嘛 养小孩 死后为什么这么苦 只有一句话 因为未完六十岁 未完六十岁 所以他就奉献我是小菜 你要奉献在阳间 你一定要熬过六十岁 没有六十岁 往生以后 在阴草地屋 就受尽折腾 而且累先离日 他故意野鬼 连六道轮违 一直买狗 都不能投胎 所以千万 像你这么说 怎么 要让自己身体更严重 对 不然 再厚过六十岁 五十岁 要断去五湯 也要喝一下 转到六十 要断 千万五十岁 有效果 但是我看到多少人 在五十九岁 挂掉 所以这话也有学问 你要怎样六十岁之前 身体都很好 当然平常就要锻炼身体 要多运动嘛 睡眠要充足嘛 营养补充要足够嘛 对不对 多做好事 对啦 我现在讲的是 身心的部分 身的部分 心的部分 多做好事啦 多做善事 碰到什么结束啦 什么难关的时候 就会有贵人住 对 你看今年要来颁奖 这阿嬷 九十六岁啦 嗯 要上台 把我们 这个四月十四号上台颁奖 九十六岁看起来 七八十二岁看 人家没有老人搬 一辈子没有生过病 阿嬷 你什么九十六岁呢 你这样 不会双修啊 对 你知道吗 阿嬷告诉我 欸 蔡老师 我有一天去买威力菜 中了十六万八千块 你知道我做什么吗 我在路旁喔 现金十六万八 一个人给一千 最后自己留一千下来 他讲那天 好不容易 好可爱喔 那天我 是博文还是 对 你好可爱喔 他占到最后剩一千块 真的很可爱啊 他就把布施出去 很快喔 每个人排队来拿 一个人固定一千 两千不行 就一个人只一千 他说老师 我最后只留一千块下来 中了威力菜 中了十六万八 然后 布施出去 可是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不会这样做 就是路人来就给 我可能会 因为你也不知道 他积极状况到底有需要 就是说我们可能 可以问那区的里长 比如说 不用 这也是布施 就当下 当下那个心就 发心出去了 你看哪一千块的好高兴 对不对 因为平白无高 今天赚了一千块 他这工作还赚两百块而已 他是不是很高兴 不布施 布施让你高兴也是布施啊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看这阿嬷 拜托啊 这阿嬷是大同公司的 大同公司 你不听 现在董事长是他女儿呢 对不对 你看今天他来颁奖 很舍得啦 这样讲 就是很舍得 一生一直布施 他说老师我像十块片 从大楼摔下来 然后楼梯摔下去 老师我只保护我这金头脑 你看我知道 这个金头脑竟然没有摔坏 我现在喔 从出生到现在记得一清之处 还有老师 这本喔 日文书 这本书是我写的 震撼 日本人 台湾人都 珍惜这本书 他有一本书 全部用日文写的 他口述 讲日文 人家帮他做起来一本书 这个专访我们会把它 那本书他有送给我们 对 做专访一下 对 你可以想一下 做做健康 所以每个人可以像他这样子 他说阿嬷你百里了 不用啦 一百里有 应该没问题 你帮我百里了 继续情散 说到买了 来 特助来 今天喔 我跟蔡老师聊得很快的 我们再布施一点 然后又当场又捡我一万块 因为这趟路不是多赚一万块 对不对 很感动啊 很可爱 这很可爱啊 一个九十六岁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看 今天为什么 这个阿嬷一定在生修人好 前世也修人好 那我们今天往生以后这些人 其实都知道错了 在生的时候都没有做善事 那往生以后 你看被故隐野鬼 你又出来的时候好高兴 回到阴朝第五有时候又很痛苦 那这些朋友是不是家人 要帮他做一些事啊 对啊 家人就是能稍稍止息啊 给他啊 你说 生前就很苦啊 死后嘛 一辈子烧给他啊 再不然请个十八个女佣啊 一座豪宅 烧给他 有用吗 得不到啦 得不到 对 老师你说 这五十二个人 你跟他都有接触嘛 你觉得这五十二个人 对你后来人生改变有没有帮助 很大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看到 真正了掉生死观 人死后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不知道 像我是很清楚 因为我长期跟六十四个鬼章 相处这么久了 五十二个 六十四个 我加起来六十四个 我们六十 然后其实我跟他们相处很久 我知道人往生以后真的很苦 往生以后真的很难受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我下到阴晴地狐去 看我要多去极六十四个 真的有天堂 这四十有天堂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师兄 八十一刚上去玩 回来讲给我听 去八十一天做什么 他上去看到两个仙人在下棋 他只要看到一个棋子来过 过来过去这样 回来就是八十一天 在上面看到两个仙人下棋 他的时间换算 跟这边空间不一样 对 就不一样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师兄的印证 我也不知道说 怎么死后还有一个天堂 你看他闭关 路定八十一天 没有呼吸 跑上去玩 对 所以这边有天堂有地狱 对不对 那他现在就可以上去玩 我们呢 不晓得以后哪一天可以上去 搞不好也上不去 下到地狱去 所以天堂地狱一线之隔 不是死后下地狱 活着在地狱 活着在天堂 真的 活着有人在天堂 对 那有人活在地狱 每天都很苦 这个三条线 打折 不是打折 夹了三根 榴花棒 不是榴花棒 可是三根薯条 还夹得紧紧 你记得很多人 这里夹三根薯条 对不对 你说他 生很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那不用等死 你活着就在地狱里面 死了以后 那可不用讲 管他 可是问题 怎么样活着能够 不要再地狱 就是离苦得乐 有钱也很快乐 没钱也很快乐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 算是很大企业的 懂事这样 他身家至少有五六十亿 那但是呢 其实他现在最放心不下 是接班人 他的儿 他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女儿 儿子的部分 跟他不合 不喜欢借他的事业 不会 对 不会来借了 对 不会来借了 然后女儿呢 嫁的这个女婿呢 又比较柔弱一点 也不会来借 他现在就是想让女婿借 那女婿就去他的公司 开始 准备学习当 借班人 可是实际上 从外人朋友之间来看呢 觉得 他女婿应该 不适合的 那他就很烦 他觉得说 当然 他的内心深处 当然说没关系 你跟他好朋友 你建议他一个 他以后一定感激 没有 就是算是 君子之交的朋友 你建议他 再娶三个老婆 好生 我可以讲 生多一点 就有一个 他年龄七十几岁了 还有人家 人家的女婿 八十几岁 还生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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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有机会 他说老婆 你建议他 你功德无量 就要多齐几岁 那就 真产报国 多生八个四个 好不好 就一个 这个很杰出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式 我在想 他可能 第一个 他老婆就会杀了我 没有 这开开玩笑 当然其实 老师今天谈的这个 主要的目的 也是告诉朋友们 就是 其实呢 人生真的有一些因果关系的 那这个因果关系的存在 除了我们要多做一点善事 然后多回向以外 多积一点德以外呢 也要应该做给下一代看 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才是善的一个循环 那最后呢 社会才会变得更相合 而且大家也会 即便我们 不知道死亡以后的状况 是怎么样 但至少 人生在世的时候 有这个思想 有理念的时候 就知道 我做的是心安理德 心安理德的离开这个人世间 那觉得就没有亏欠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对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时间到了 跟朋友们说再见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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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